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最高海拔达到2200米 这里有很多珍稀动物 因此政府为他们建立了保护区 保护区内森林茂盛水源充足 急剧观赏性 这里有很多国宝级动物 其中大熊猫就生活在这里 专家调查后表示 当地至少有80多只熊猫 而且分布的很密集 所以偶遇熊猫的几率很大 有人常常能看见野外散布的熊猫 此外这里还居住着珍贵的猪环 这种鸟濒临灭绝 后来我国对它进行保护 现在族群至少在2000只以上 古镇的自然景观很多 甚至有冰川遗迹 目前这个镇已经有2000多岁了 这里曾有驿战和军事驻地 当地的气候舒适 是避暑避寒的好地方 当地的山很高 但不险峻 水源清澈 森林绵延密布 古镇体现了自然与人合一的主题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鼓掌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